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时 佛陀和一千二百五十位比丘 一起住在加伟罗魏国经社 由于接下安居已经结束 于是佛陀从禅室出来 和弟子一同前往舍魏国的 奇数及孤独园 这两国之间 有一棵大树 叫做迷居类树 树高二十里 而枝叶覆盖的面积 则有六十里 树上结的果实非常多 迷居类的果实 吃起来又香又甜 味道有如蜂蜜 掉落地上的蔬果 人民吃了之后 病都会痊愈 而且眼目明亮 我看天地万物各自都有它们的素式姻缘 请问世尊是怎样的姻缘呢 请离宣说已开示杜画布之道的人 善哉 乐于听闻的人 要专心听啊 人如果赔福的话 就像这棵树一样 它的种子只是一粒果核而已 后来便渐渐长大 结果能力已无限 能当国王大臣 地位尊贵有权势的人 都是离金佛法僧三宝的结果 大富豪之人 财宝无限 富敌王侯者 是素式慷慨不失 乐善不倦的结果 为人长寿 身体健康强壮 而没有病苦者 是素生严修戒律 吃灾戒杀的结果 长得端正白劲 容光焕发 身手柔软 吐气芬芳 人见人爱 令人观看不厌的人 是修忍辱的结果 喜欢精进修行 不懈怠 乐于赔福德的人 是曾经精进的结果 个性安详 言语行为都很谨慎的人 是修禅定的结果 有的人有才干 明白事理 通达了解 忧生之法 能够把微妙的义礼 讲得很顺畅 让愚蠢的人都能听懂 别人听了他的话 都能继续请教 且接受他所言 珍重他所言 并妄为宣传 这种才能 是从修智慧中得来的 讲话声音清澈的人 是从歌詠三宝中得来的 感净清洁 没有疾病的人 是从慈悲心中得来的 因为他前身 不用木棍等物 打人之故 长得高大的人 由于前世 对人恭敬之故 长得矮小的人 由于前世 轻视傲慢他人之故 长得丑陋的人 由于前世 喜欢生气怨恨之故 对事物一无所知的人 由于前世 不喜欢学习问人之故 生来愚蠢的人 是由于前世 不喜欢教导别人之故 哑巴 是由于前世 放毁别人的缘故 笼子 瞎子 是由于前世 不看经典 不听讲经的缘故 当人的努力 是由于前世 欠债不还之故 地位卑贱的人 是由于前世 不离尽三宝之故 长得又丑又黑的人 是由于把佛前面的光明遮住的缘故 生在罗皮之国 是由于前世 在佛寺及经社 衣着不整的缘故 生在马蹄国的人 是由于前世 穿着木鸡 在佛前喧嚣走过之故 生在川凶人的过度 是由于前世 布施做福时 心胜悔恨 令兮之故 投胎成章 鹿 谜 吉 等鹿类中之人 是由于前世 喜欢让众生 惊慌恐怖之故 生到龙族里 是由于前世 喜欢调戏 是亲福之人的缘故 身上生有恶毒之疮 却总是治不好 是由于前世 喜欢鞭打众生的缘故 人见人爱的人 是由于前世 见到人就满心欢喜 愉悦之故 人见人物的人 是由于前世 见到人就面色难看的缘故 被官府拘禁 关在牢内 手铐脚铁捆绑的人 是由于前生 喜欢把众生 关在笼子里 让众生 不如意的缘故 生得 吐醇之人 是由于前生 钓鱼 让鱼 却是 醇吻之故 不喜欢听经欲良言 而且吵闹不休 老乱别人听经文法的人 后世会成为单儿狗 虽然听闻佛法 但是内心不信 以后会胜到驴马之中 千令贪心 自己独食的人 会堕到恶鬼道理 以后投胎为人 会很贫穷饥饿 依不必体 自己吃好饮食 给别人吃恶饮食 这种人 以后会堕到猪 及蟑螂之中 抢夺别人的东西 以后会堕落成羊 被人活生生的剥皮 喜欢杀生的人 以后会成为水上的浮游虫 招生募死 喜欢偷窃别人财物的人 以后会生成牛马 或做奴隶 以偿还偷窃之债 喜欢坚引别人的人 死了之后会入地狱 男的会抱着灼热的铜柱 女的会握在尺热的铁床上 以后还会投胎做鸡鸭 喜欢说谎 并到处宣传别人过错的人 死后入地狱中 会被口罐滚热的通知 会被拔出舌头 以牛来跟它的舌头 之后它会偷胎成 休留 阴郁 这类阴声难听的鸟类中 当人们听到它们的鸣叫 都觉得惊不 说会发生鬼怪灾变之事 都诅咒这种鸟死掉 喜欢喝酒 最后犯了种种过失的人 将来会堕入热腾腾的大鞭地狱 之后它会投胎成刑警 转身为人时 非常愚蠢 顽固 一无所知 夫妇之间彼此不柔和顺从 经常打斗争执 彼此互相驱逐的 将来会投胎到鸽鸟类中 贪爱别人利器的人 将来会升到大象群中 当官吏的人 如果对方无罪 自己却利用公职之便 侵犯人民 用鞭杖抽打他们 强惑拘捕他们 脚镣手铐他们 使他们投诉无门 这种人死后跺地狱 神时受到极端的痛苦 这样经过千亿年之后 再躲到水牛中 被人穿笔口 拉车拖船 被人用棍打鞭抽 以偿素逝之罪过 不干净 不知羞丑的人 是从猪头台来的 千令贪心 不连结的人 是从狗头台来的 凶狠暴力 刚愎自用的人 是从羊头台来的 清造不安 不能忍耐任何事情的人 是从猕猴头台来的 身上有一股腥臭之气的人 是从鱼鳍投台来的 下来不久就死亡 或很短命就死 之后又堕落三恶到千万劫的人 是由于前世喜欢打猎射杀动物 喜欢焚烧山林 喜欢把动物的卵弄破 喜欢捕鱼 这种人杀害一切众生 贪吃他们的肉 贪图他们的皮毛 因此而得短命的报应 这些人生生世世 经历累劫都堕落恶道 很难有成人的一天 要引以为戒呀 凡事做功德 都必须亲自烧香 灾食送经 不可以请人做功德 而不给供养 不发怨 就好比请别人吃饭 自己却不吃 这样自己怎能饱腹不饥饿呢 要烧香礼拜 洁净身心 手持戒律 休息禅定 才能设心 佛献燃灯 能得聪明 最后能得世间制 出世间制 即出世间上上制 没有任何障碍 平常就要烧香 灾食读经不识 能不失的人 可以得到福报 诸天神会帮助他 恶鬼邪神都会远离他 不敢去侵犯他 懈怠的人 平常轻松安稳过日子 没有精进修行的心 等到有朝一日生病了 或者遇到不吉利的事实 才想到要去烧香拜佛 说是做福 这样诸天神是不会降临的 而众魔就赶前来骚扰 做种种神变怪异之事 因此应当要精进修行 罪报与福报跟随着人 就像影子跟随着人一样 我们赔福就像下种一样 收获的果实 犹如泥巨类树那么多 泥巨类树的本来种子 有几个核呢 种子只有一枚过河 渐渐长大之后 却收成数不尽的种子 对 只不是一个 却获得万倍的报酬 这句话一点也不假 贤者好不失 天人自福将 诗以得万倍 安乐寿命长 今日诗善人 祈福不可良 皆当得佛道 度托于十方 世人愚蠢无知 只能用有生死的肉眼 来观看一切 而不能透彻了知 罪业及福报的根本 我用道眼观看 无数节以来 一直到今天的众生 罪服报应 清楚的 犹如观看手掌中的 珍宝流离 内外都透明清澈 没有任何疑惑 不明之处 您说的这些法 应该用什么名字来称呼 比较合适呢 这部经叫做 轮转武道 罪服报应经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读读这部经 而且广为宣传的话 功德无量 他们能够见到 贤战中的一千尊佛 并能追随 供养贤战千佛 他们不会对三恶道 也不会生在拔难处 能够得到正弊 佛说完这部经事 有五百位比丘 正了罗汉果 诸天龙神 集一万二千名 清净信士 六千名清净信女 都对佛法 升起了绝对的信心 他们都向佛陀顶礼之后 绕佛三杂 欢喜而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场倒数 五屋 四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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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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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